好,各位同學 什麼樣才叫做讓商品賣得出去的一個市場行銷呢? 透過我們的影片上所說 行銷等於有效的滿足人們的需求 同學們認為呢? 我認為它對一半 有效的滿足人們的需求的話 這個行銷必須要加上一個如何的降低成本 也就是如何的可以組織出可以讓我們的團隊可以獲利 也同時可以滿足到消費者需求的一個行銷方法 換個更簡單的說法就是 你如何的去降低你的產品的製作上的成本 壓低製作上的成本之後呢? 我們才可以有效的降低市場的售價 降低市場的售價之後呢? 消費者才會願意花錢去買你的商品 當然是會讓一個商品在短時間之內曝光率非常高 那對人的一個潛意識的認知就會相對提高 但是這樣子的結論能多久呢? 所以如何的降低成本 才可以有效的讓您這樣的商品可以比較長久 生命週期會比較的長 怎麼說呢? 你東西賣的便宜 然後又符合所謂的消費者的需求 有效的去發掘出消費者潛在的問題 那消費者可以透過您這樣子既便宜 又有解決到他們生活上問題的一個商品的話 你認為消費者會不會願意花錢買呢? 要是我就會 因為我會覺得我賺到了 一個可以解決我生活上不便利的問題 而我用起來又非常的舒服非常的方便 那更重要的是它的成本 它的價格卻是壓得非常的低 讓我願意去花錢買 而組織當然也就會所謂的獲利 因為它賣的便宜 買的人就多也賣的就快嘛 那賣的快的話錯誤就會快 就會一直不斷的一直跟進 不斷一直跟進 那如果你把成本拿的太高了 那是不是你在售價平台上 你的價格就會定的比較高呢? 那當然因為平台都會抽成嘛 抽成下去你的價格又高 消費者當然就不會願意去買這樣的商品 因為它寧可把錢省下去買跟您類似的商品 但是價格比較便宜 所以如何的降低成本 而降低成本的方式就是 如何的去將你的材料的成本壓低 如何去將你的人事成本減少 以及如何的去縮短你的製作的工時 材料 能力 以及製作成本 這三個要是可以有效的降低的話 再搭配了有效的一個行銷的推廣 推廣出去的東西 又有效的滿足消費者的需求 那這樣的東西 才是百分之百 賣的出去的一個市場行銷 因為你學會了如何去降低你的成本 有效的去控制你的預算 來拉低你的價格 而成本相對的就會 不會花費這麼兇 OK?各位同學懂嗎? 而賣出去的商品 有效的市場行銷 我們主要的銷售對象 一定都是以人為本 以人為本 我們就必須要去了解使用者的需求 也就是各位同學在前幾個單元 最常做的就是去發掘消費者 以及您自己的生活上潛在的問題 如何的做一個市場趨可 其實市場趨可講直接一點 就是一個產品的差異性跟人間度 也就是我們之前一直在前面幾個單元在提的 破壞式創新 你如何在同等值商品的一個狀態之下 你比它更便利更好用 那你要賣給誰就更重要了 所以你的族群定位也必須要很清楚的知道 例如是賣給學生的呢? 還是賣給上班族的呢? 或者是針對高齡者的呢? 這個東西就要分得很清楚 你絕對不會把很可愛的一個動物的造型 然後賣給了一票很沉穩的上班族 你也不會把一個很嚴肅的商品 然後賣給了小學生 這樣子就市場定位就不對了 所以針對於人 你的需求是什麼? 你主要的能見度跟差異性是什麼? 還有你要賣給誰? 你的這樣子的族群定位 也就必然就非常重要了 一定要把商品賣給消費者要的 賣給對的人 這樣才有你所謂商品銷售的一個 一個市場的一個本質跟一個優勢喔